很多时候啊,这行动往往比这个语言更重要,龙好尘可不知道那大猩猩能否听懂自己的话语,但他完全可以用行动来表明敌我的身份。 一道大恢复树落在大猩猩身上,顿时令他双臂上的数十道伤口快速地愈合着,温暖而纯净的光元素令大猩猩的一双胸眼在看向龙好尘时变得柔和了许多。 与此同时,龙好尘已经朝着那名恶魔青年冲了过去,将自己的背后交给了那只大猩猩,知其语言所展现出了他对大猩猩的信任,他也相信能够在这里为梦幻天堂守护灵卢的魔兽一定是有着相当的智慧,至少他应该明白自己这是在帮助他。 青年恶魔低吼一声,也是什么都没说,手中青年中箭,青光大方只稳龙好尘就席卷过来。 炽热的气流,使得空气出现了扭曲的波纹,龙好尘半步不退,双剑上架神语格挡。 党狼一声催响,金光闪耀,龙好尘竟是后退了半步,但他也通过这一期感受到了对手的实力。 六阶巅峰,这一剑的底蕴已经接近一万灵力了,不过对于龙好尘来说并不算什么,灵力的差距可以通过技巧和其他方面来弥补。 光之复仇的金光闪耀,龙好尘左脚迅速踏前一步,小腿骤然发力,整个人像一只剑一般朝着恶魔青年冲了过去。 右手中的蓝宇光之芙蓉已经是幻化出了千百点金光朝着对方就覆盖过去,正是灭魔闪。 而那青年恶魔却是半步不退,面对龙好尘的攻击,他手中的青眼重剑在深浅一晃,一大片青色光幕顿时荡漾开来。 龙好尘的灭魔闪刺在那青色的光幕上挡起了一层水状波纹,居然是全部的被拦了下来。 这能倒是灰尧机装备吗? 那青色重剑至少也是灰尧机的装备。 青年恶魔的实战经验明显也是极为丰富的,在挡住龙好尘攻击的同时,背后双翼骤然展开一股灵力的气息,瞬间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紧接着在他身上竟是幻化出了一只和自己身体一模一样的光影,指本龙好尘就撞了过来。 这光影身上闪耀着浓烈的青色火焰,只是发动的一瞬间,方圆百米范围温度是急剧上升,周围的植被也被烧焦了大片。 龙好尘冷横一声,前冲之势不变,却是收起了蓝羽光之芙蓉,双手握着光之成姐做出一个重展的动作。 此目的金光完全运于光之成姐上,金光一闪,那青色光影瞬间分成两半层的身体两侧划过。 紧接着,龙好尘的身上突然是金光大赤,背后金色双蚁骇然叹出,用力一拍,因为速度过快,整个人在空中都显得有些虚幻了起来。 青年恶魔,在被龙好尘破掉分影机的时候,终于是显得有些慌乱了,但是他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怒吼声中,轻眼动剑,同样前刺,只本龙好尘的光之成姐就迎了上来。 但他这一次,却并没有打算要挡住光之成姐的攻击,而是羽敌接亡的招式。 青年中间的长度,已经接近六尺了,而龙好尘的光之成姐还不到四尺,同样的此处,很显然龙好尘要先中招。 这名青年恶魔的头脑,非常的清楚,在自己突然落入下风的情况下,他做出了几位正确的选择。 事实上,他也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刚才龙好尘的一记修罗斩释放的风锐,已令他感到了莫大的危机。 而且,龙好尘的一展一次衔接的实在是太迅速了,以至于他根本做不出其他的反应。 龙好尘如果躲的话,那么他的攻击必定被削弱,但是如果在这时候他不躲,那么青年中间必定先贯穿他的身体。 以这青年恶魔的秀为再加上,辉煌级中间并不是他那辉煌盛开所能挡得住的。 但是,龙好尘眼中杀敌的肩顶却没有半分削弱,前冲的过程中,他左脚脚尖突然在地面上轻轻地蹭了一下。 整个人的身体顿时在空中发生了轻微的偏转,好像是失去重心一样,原本是正面前冲的身形,却变成了侧向。 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变化,便让他让过了青眼中间的前刺,而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在关键的时刻完成的。 那青眼中间甚至是擦着辉煌盛开刺过,与铠甲摩擦发出了一连串的刺耳声音,扑斥一声。 因为身形偏转,龙好尘原本刺向对手胸膛的一剑也出现了一些改变。 从青年恶魔的左胸与左肩连接的位置直管而入,浓烈的光元素化为极为锋锐的能量瞬间钻住对手的体内。 那青年恶魔剧烈地咆哮一声,紧接着,就在他左肩的位置发出了一声轰然爆鸣,居然是炸开了一个足有人头大小的血洞。 但他也趁此机会亮向后退,背后双力一拍,紧贴地面,向着远处掠去。 他肩膀上的爆炸并不是龙好尘造成的,而是他自行引动体内的活属性以及黑暗属性灵力发动的。 原因很简单,龙好尘的修罗刺刺住他体内后带来的锋锐灵力,他的经脉根本无法抵挡。 虽然刺重的是肩膀与胸口中央,但如果让那锋锐的灵力肆虐开来的话, 就算是他想要逃走,也做不到。 所以呢,这青年恶魔对自己也是足够狠了,关键时刻竟是引爆了自身灵力, 在胸口位置剧烈地轰炸,将修罗刺锋锐的灵力给炸开, 从自己扩大的伤口处逼了出去。 虽说这样走会令他失血过多,受了重创,但短时间内却还有应变的能力, 至少先逃离这里再说,这灵炉再好,也得有命享用才成啊。 龙好尘没追,不是说不想,而是追不了, 这一战以此看上去无比简单的衔接, 却是他现在所能达到的最强攻击了。 修罗斩加上修罗刺足足消耗了他一半的灵力, 无论他天赋多好,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要有所缓冲, 略微调戏一下体内的灵力才行。 雅庭精神的光元素灵力已经凭借着光耀天地迅速地传入龙好尘体内。 能够看到这漂亮的小精灵漂浮在那儿,双手做捧心状, 一道灿金色的光芒照耀在龙好尘的背心为止。 之所以一照面就做出这样的选择, 是龙好尘经过精心判断后做出的决定。 那青年恶魔实力相当强大, 六节巅峰就为, 如果说正常战斗龙好尘想赢并不容易, 因为对方不只是六节巅峰那么简单的, 能代表着恶魔族来到这里的, 可见他在恶魔族中的地位, 绝不能当普通的恶魔族来对待。 一旦和对方正面对抗起来, 龙好尘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修罗斩和修罗刺连续使用就不同了, 龙好尘的出现极为突然, 而且没有半分停顿就发起了最强攻击, 对方反应总是要慢上半拍的。 果然, 一级攻城直接中撤了对手。 此时, 那个青年恶魔心中是极为的郁闷啊, 他甚至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就伤在了龙好尘的手中。 他那分影机, 乃是一门相当强大的攻击技能了, 可以说是攻防一体, 却直接被修罗斩给破掉, 之后的修罗刺更是令他避无可避, 再加上龙好尘的迅击反应, 一下子便让他受了重创。 他心中是恨到了极点, 但内心却十分冷静, 重创之后先逃离此地, 只要说这份仇恨, 总要活着, 才会有机会去报王。 眼看着青年恶魔药 引入森林中了, 就在这时, 他觉着一股恶风是扑面而来, 一团闪耀着浓烈精光的巨大光球悍然而至, 攻击来得极为突然, 而且异常强势。 生死攸关, 这青年恶魔也爆发出了自身的所有潜力, 背后双翼猛然伸展到极致, 借助着空气的阻力, 让自己前冲之尺略减, 与此同时, 右脚在光球上异点接力侧院, 碰着一声问响, 光球应声落地, 但是, 那青年恶魔斜飞的身体, 也是剧烈地颤抖一下, 他整条右腿都在瞬间失去了知觉, 光之大力丸的粉碎, 再加上光之荡漾, 岂是那么好抵挡的? 更何况, 还是在重伤的情况下, 一团浓烈的荧光, 几乎是迎着他的身体轰然而至, 这一次, 他已经没有任何闪避的可能, 咬紧牙关, 手中的青年重剑悍然斩出, 同时, 一口黑色血液喷在重剑上, 重剑上的青年顿时打赤, 硬生生地斩破了那道银白色的光芒, 可他的身体已经被逼落向地面, 他绝不能停下, 否则是必死无疑, 青年恶魔心中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在即将落地的一瞬间, 他身体一个反转, 左脚全力地抽击在地面上, 催动着自己的身体, 令方向再变, 几乎扭曲的一个拧身, 背后双翼全力拍打, 体内灵力疯狂地催动到双翼上, 因为用力过猛, 肩膀上那巨大的伤口黑血狂喷, 但在这时, 他顾不了那么多了, 扑斥一声, 身在空中, 青年恶魔再次地喷出一口黑血, 他的身体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双眼在瞬间变成了血红色, 全身肌肉骤然膨胀, 尖头的伤口竟以惊人的速度愈合着, 原本已经有些历劫之势的他, 竟然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速度猛然骤增, 魔神解体大法, 魔族血脉技能, 一团巨大的火焰呼噜, 也就在这时悍然而至, 叙事已久的这一击, 足足蕴含了超越四千零力的爆发, 与青年恶魔的身体, 悍然撞在了一起, 此而的轰鸣声, 令梦幻天堂也为之震动, 同时令降级21号猎魔团众人震撼的一幕, 上演了, 那青年恶魔, 居然是硬生生的撞碎了临心叙事发出的火咒术, 身体速度不减反增, 朝着一个方向闪电般的飞去, 魔神解体大法, 能够在瞬间将食用者的潜能压榨得一干二净, 以燃烧自身生命力与灵魂作为代价, 暂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在重创之下, 又面对如此众多强敌的情况中, 青年恶魔顾不得再有任何保留了, 为了活命, 他宁可使用魔神解体大法后承受其强烈的反噬, 要知道, 使用一次这个技能, 至少三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而这个魔神解体大法在魔作中, 也只有72种魔神, 和他们的直系血脉传承者才能够拥有, 这青年恶魔的身份已经是呼之欲出, 一道闪耀着金色的身影, 义无反顾地挡在他前冲的必经之路上, 圣光沁盾, 神语格挡, 与此同时, 两声嘹亮的龙吟, 也在青年恶魔背后响起, 他手中的青年重剑已经是扬了起来, 但是, 一种特殊的力量令他不得不转身, 那庞大的身体, 撞在了韩语的光之反射盾牌上, 砰的一声, 使用了神语格挡的韩语, 依然被硬声撞飞,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蓝与金两色迷你龙形能量, 已经是狠狠地集在了青年恶魔身上, 紧接着一声惨叫之声传出, 青年恶魔的眼中已经是出现了绝望, 也就在这一刻, 他自身灵力以惊人的速度暴增着, 竟然在转瞬之间突破了一万的极限, 很明显, 他原本的修为并不是六阶巅峰那么简单, 来到这里是刻意地压制了灵力的, 但是也就在他自身灵力突破一万, 想要挣脱光与双龙眼的束缚时, 梦幻天堂突然是出现了一股极致威严的气息,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身影, 诸然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身上, 青年恶魔的身体被硬声砸进了地面, 紧接着狂风暴雨般的吹打, 已经是疯狂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骨骼破碎的声响, 伴随着血液飞溅的血腥场面顿时上演, 那骤人砸下的身影, 赫然正是之前与青年恶魔交手的那只大行星, 而此时的他正出现着惊人的变化, 能够清楚地看到空气中那些飘荡的光云中, 大量的黄色光芒向他身体注入而来, 他原本就极为强壮的身体, 更是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着, 转眼时间就变成了足有十米高的大家伙, 而在他身下的那个青年恶魔, 已经渐渐地没了生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